真的被艾伦这种儒雅又不大男子主义的总裁狠狠地心动住啊 2023年对一个女生最真诚的告白 无非就是我喜欢你跟我结婚 我们不用生小孩我来照顾你的一生 这种看似冠冕堂皇实则不切实际的讲话 天底下不会有任何一个男生能主动有这种想法 好巧不巧这种男生就被陈乔恩遇到了 陈乔恩的从艺生涯中越南无数经历了很多角色人生 灰姑娘遇上白马王子的故事她演的最多一演的最火 但是她也是最不相信这种事情会发生在自己身上 于是乎陈乔恩老早就打定了主意 如果没有遇到合适的人权自己就不结婚不生小孩 一个人孤独终老做个不婚族 没想到在40岁这个大关卡的时候 亲妈芒果台就安排了一位来自马来西亚的白马王子艾伦 到达陈乔恩的身边 芒果台把艾伦千里迢迢的框来节目 还安排了一位比自己大九岁的姐姐做恋爱对象 艾伦一度认为这就是坑 陈乔恩的明星光环对艾伦这个从不看偶像剧的直男来说 一点都不闪耀 陈乔恩一开始也对长相平凡的艾伦提不起兴趣 但是两人还是阴差阳错的走到了一起 两人在镜头的记录下相知相识相爱 恋爱与结婚 年龄可以不是两人之间相爱的距离 但绝对是两人之间孕育爱情结晶的难题 陈乔恩大龄很难有小孩 就算是有了也会特别影响身体 艾伦会不会因此放弃这段感情呢 毕竟没有一个男人不想要有下一代 但其实这个问题早在两人磨合阶段的时候 陈乔恩就主动提出了 陈乔恩询问艾伦 能不能接受另一半不想生小孩 艾伦虽然被这个问题问懵了 却也不是特别把这件事当回事 艾伦承认自己设想过 与另一半牵着小孩去留外的幸福瞬间 这是他认为的美好 要不要小孩这个问题 没想过也不排斥 这个回答也接近满分了 事实证明艾伦也的确不介意 在与陈乔恩结婚后 广大网友们都在催生 或者还有人调侃陈乔恩再不生 就该被离婚了 在这些好坏话里面 只有艾伦与陈乔恩不紧不慢地过日子 在综艺妻子的浪漫旅行里 张云龙说 陈乔恩是个被芒果台记录一生的人 那么下一次怀孕生娃 会不会已来芒果台呢 小两口之间有讨论过这个问题吗 艾伦迅速作答 表示跟陈乔恩已经有了构实 是顺其自然 老天给了孩子就是给了 我们来者不拒 但没给就是两个人过日子 也可以过得很快乐 很轻松很自由 只要是幸福就好 不强求 而旁边看着艾伦的陈乔恩 满眼心醒 一整个心动住了 艾伦真的是陈乔恩命中注定的白马王子啊 一生难得 能遇到一个方方面面都合拍的人 在这边 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